3月24日 两子上一家五口同框的画面 两儿子也喊却现身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两子透露 自打春节过后 两个儿子就没有见过奶奶 所以老人家至此特意来看望大外孙 他扶着母亲暖暖地走上楼梯 一边呼喊着安迪跟安琳 没一会小儿子就从楼梯上跑了下来 黄胜一与安迪紧随其后从楼梯上走下 小安琳乖巧懂事 一见面就搂着奶奶的脖子擦胶 随后兄弟俩牵着奶奶的手一起上楼 三代人同桃的画面真是温馨 如今已经11岁的安迪身高健长 他便证实了不少 脸越来越严 整个人都变胖了很多 不知道是人老了记不住事 还是奶奶有意开玩笑 被问到多久没有见孙子 他打气道 大概快一年了吧 吓得大家顿大了双眼 黄胜一急忙解释是一个月没见 娘子补上了句岁月不饶人 一家五口一起进入屋内 黄胜一端出了一份造型蛋糕 破一点名是安琳为奶奶准备的 随后还让小儿子用英文给奶奶讲解蛋糕是如何制作的 画面十分温馨 最后也祝他们一家五口永远幸福吧